今天我们进入今天的交易方法论 交易经验总结环节 好 今天的交易经验总结环节在稍后呢 我们也会和连线的分析师来探讨一下最近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表现 以及接下来交易的一些思路 应该说美元从目前的走势当中 无论从日前还是周线的这种走势来去看 已经是呈现了一个见底回升的一个状态 但现在很难确定的一点就是 美元这一轮从100以下这个位置回升呢 是摆脱了此前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回调行情之后 直接会奔向113.81 甚至新的涨势的一种开始呢 还是说在这个反弹之后 还会面临二次探底寻求支撑的可能性 在这点上大家可能还是有很强的一些这个争执的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来自身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Co-Trading金融交易学院的院长 郭凯先生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些发展行情 郭凯你好 洪云您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还是关注一下美元的这个头寸的变化吧 那么现在美元的一个近多头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那我们看到美元呢仍然属于一个近多头寸 但是上周呢美元的近多头寸呢又有所减少呈现出连续八周的一个下行 那现在的近多头寸呢大约是在139亿美元的一个近多头寸 不过有意思的是美元的近多头寸的缩减呢 主要来自于澳币的近多头寸的增加 可是更加有意思的是澳币处在一个下行的波段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行情呢是这样 澳币从7.1开始上行一直走到大约7.7的时候 反而呈现出一种我们在交易的持仓当中叫做末端喷出的一个状况 我想对这些有过股票交易经验的这些投资人 可能能够更加容易的理解这种现象 就是波段的末端反而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增值 一个入场的机会 然后行情就大幅的下跌了 也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的 那现在其实美元近多头还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回征 但是我们从上周的整体美元最近的走出来去看的话 似乎走势上面已经慢慢的开始出现了上涨了这样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们要来谈谈可能主要的一些品种的走势当中 可能会略有分化吧 具体来给我们谈谈主要的一些品种接下来的一些主要的思路 那我想主要的思路呢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我们看到欧元的维持上周我们给予的这个评判 那我们上周说欧元在这个下行通道当中 那上周我们看到欧元从1.06的位置运行到了1.05 那我们在本周呢仍然保持于这样的观点去看待欧元 那在我们刚才过去的几个小时当中呢 欧元又从1.06开始向下运行 那下方的位置呢可能会到1.05左右的位置 那这个通道呢是比较平缓的一个下行的 那我觉得在这些货币当中英镑是一个比较 就是它的走势比较强劲 但是它整体的一个下行走势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货币 那英镑呢在三月份中间呢我们在上期就说过 一个里斯坦条约50条要激活 一个美元要加息 那这种此消彼长的动作呢 直接就会影响到英镑整体会承压下行 那从上周开始1.2380的下行到目前的位置呢 整体表现为英镑的这个状态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澳币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在很多期已经谈过 澳币在最近一年以来的时间呢 在一期决议之前总是出现一个冲高 那一期决议之后只要它不加息 那这个风头呢又会重新回落 这个状态呢已经在过去的数个月当中 我们反复的使用 今天再次使用这个这种交易的方法呢 在0.7620的位置上的挂单空单呢 还是有一个获利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澳币呢 还是并不特别乐观的 那么纽币也同样 那么纽币呢 还有关卡价位是在7000点的关卡价位上 只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 已经大幅的做空了纽币 随着纽币进入到了0.70下方呢 我觉得纽币也进入到我们说的余伪部分呢 可能主要的趋势呢 有所停顿和完结 那本周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有两个货币特别值得注意 就是下方的美元兑日币的114的这个关卡价位 我们看到现在马上就要到了 那如果有上破的话呢 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行情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黄金的看空趋势 那从上周的11257的位置呢 已经落到了1220左右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 是有非常多的交易机会的 我们也可以在下两页的图当中看得到 对我们在上次连线的时候就提到了对于黄金 可能要高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现在在回过头 以及接下来的走势当中 给大家来讲一讲方法 那这个这段行情已经过了 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了 当然在以后的行情当中 我们如何去捕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交易的机会呢 好的 那我们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说高位做空黄金 其实上在交易的时候是有它的一些共通的地方的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空黄金的位置 是寻找了一些黄金特别重要的关键的点位 那在上周的时候呢 是我们以年限的SMA200为标识的 那在本周的这张图上 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有一条黄色的线形 就是1220的这个关键的位置 那在这个关键位置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图表的最左侧呢 在今年的年初 1220曾经在一月份 两次阻挡了行情的上升 形成这个黑色箭头这个位置上的 这个阻力的位置 那么在二月份的时候呢 又形成了跨越1220的支撑位置 我想有过一些交易经验的人都会知道 有这样一句词语叫做支阻互换的一个性质 那么在1220的位置上呢 它其实是一个支阻互换 特别严重的一个位置 同时这个位置呢 也处于1180到1260的中间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密布着交易机会 多工双方呢 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争夺的力量 那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行情从某一个方向上脱离啊 我就经常会做一个比喻 就像是一个圆锥体上的小球一样 一旦脱离了将会形成显著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位置上 将我们上周的中线的布局的黄金的空单呢 在这里做平仓了结 对对对在这里做平仓了结 同时做好准备 如果出现这种关键K 这种形状呢 我们就做多 如果它出现一个大幅下破 并且回向上上的行情呢 那这个位置呢 就表示黄金打开了新的下行空间的 嗯明白 现在等待关键K 在图上标出的这个K 类似于这样的K 首稳在1220以上的话 你认为竞价很有可能 还有继续向上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做多也是可以去考虑 但是如果说 是一根大的阴线去下破到1220下方 并且并没有回收上去的话 那有可能竞价的向下回调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可能会更大一些 是的 红于您说的对 因为本周的重头戏在于 美国的这个非农数据的公布 那对美国的 对美元的影响是特别直接而强大的 嗯 是的 好的 时间关系呢 国家 我们今天连现在就只能谈这么多了 非常感谢你带给大家的一个市场的分析 和主要品种的一些交易思路的分享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 我们再见 好 好 那接下期节目将会进入 0 2 3 5 6 7 10 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